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这个礼拜日很不空 除了有上一集提到的中年好声音2 100强大召集之外 突然之间杀多个掌门人出来 搞什么呢? 因为7月16日发放2千元的消费券 收了钱当然是想你买东西 于是乎无线的礼拜日 16日晚9点 翡翠台 就会播出特备节目 《轮住买特约》 掌门人 Happy Summer 感谢祭 节目播完之后 在网购平台 《轮住买》 晚上10点起 就会陆续开售 这个感谢祭里面的货物 包括有什么呢? 1元的黑松露正销买 99元的蓝牙无线耳机 早点响 我买了 699元的平板电脑 OK 以及只卖3999元的按摩椅等等 相当之适合 飞天爷爷刚收到相关的新闻稿 就趕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集的掌门人 曾志偉会跟哪些掌佬一起玩呢? 有钱家乐、麦美恩、林修宜 和程浩俊 两对嘉宾 这个真棒 就是来自豪玩夏水蕾 这个节目本身已经很好看了 那班主持也很好玩 所以今集都很期待 由好玩队的六号名 朱智燕、杨朝海、黄远恩、关锋卿和何浩文 对战丧玩队 有阿博、林胜斌、苏允之、邵初、远宜、周志康和陈远行 一众主持今集以动漫 樱桃小丸子的造型现身 我看过的照片真的很有名 曾志偉扮小丸子 我自己就很喜欢看小丸子 但我看到他扮小丸子 我都觉得有少少得人害怕 但又挺好笑的 好了 节目第一个游戏是开心无敌全紫赛 这个真棒 我只看照片也觉得很好笑 阿博加周志康、何浩文加林秀宜 两组挑战双人全紫赛的极速传说 他们也挺有默契 阿博加周志康全紫赛的速度相当惊人 看得全场哗哗声 就连没有紫赛都会继续拙 场面也挺可怕的 虽然这份稿是写场面搞笑 但我会觉得是可怕的 至于林秀宜表现得非常后禽 扯爆了何浩文 不断起势绝 连紫赛的兜都不放过 令何浩文掉落地 今集会有两大经典游戏重现 分别是开心无敌小丸子 和开心无敌淡淡奶 在开心无敌小丸子里 阿博和少初上阵咬鱼肉腸 我知道今集阿博嫂和子女 都会去到现场看 所以阿博说笑 叫他们先合眼 不要看啦 当然啦 在老婆面前做些什么 之后阿博跟周智康上场 玩得非常之激 周智康更不小心 咬喘了阿博的嘴唇 令到见红 至于被掌援人 以为自己是最喜欢的 经典游戏之一的开心无敌淡淡奶 我觉得有点可惡 虽然场面非常混乱 但也挺好笑 游戏玩法 就是每一队每一轮 派出一名队员 就靠猜 方式去猜猜对方 哪一位队员口中是没有牛奶 就为之赢 否则的话 就要忏受喷奶之刑 率先出场的 靠猜的是朱智燕 猜错了 阿博就不断对着他喷奶 看他的画面 广告 甚至相片 我就觉得很酸 那些奶喷下来 就是黏黏黏的 向来玩得到的他 事后整面都是牛奶 还说 没试过用鼻子喝牛奶 是全部进入鼻孔里面 好了 之后就轮到阿博 到他猜错了朱智燕 朱智燕 朱智燕当然是乘机报仇 喝了一大口奶 之后 近距离噴到阿博 有些甚至乎噴到阿博的口里面 画面也挺可怕的 是的 我不停用可怕的形容 游戏另一个搞笑位 就是黑气前身的阿博 连环猜错了五次 是被人用牛奶洗礼的 至于洗礼的方式 是各式其式 是绝对要密切留意的 好了 到最后 就是有开心无敌 但姐姐 这个才是我最喜欢看的环节 每一次看开心无敌 掌门人 我都很期待 好了 大家在乱说24 搞笑 朱智燕答泰文题的时候 就自爆 是曾经被人误会了 是ladyboy ladyboy 她的样子像吗 我又不太觉得她像ladyboy 之前看报道都知道她们会录影 但没想过是今个星期日会播出的 即是2000元的消费券 虽然不是太多 但做生意的人真的不会放过 所以今个星期日是很不够的时间 有无敌掌门人 又有中年好声音2的100强大召集 今个星期还有私家大战 这次私家大战也是很厉害的 又有Gigi的孤掌 刚才看广告 孤掌还要唱歌 这个星期真的搞不够了 另外之前在Facebook问大家 下一次直播星期多好呢 几点钟好呢 我看一看电视节目表 我似乎找到一个挺适合的时间 就是星期六八点半之后 因为今个星期六八点半 是播电影的 我的情的女婿 通常播电影我都不看 那段期间呢 咦 我有空 可以和大家玩直播 之前呢 说这个Music Break的时候 你们说的 看电视的同事是可以看直播的 大家到时又可以看电视 又可以过来我这边 那我们不如在今个星期六 六晚吧 八点半刚刚看完电视 你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 好吗 那我们就礼拜六晚的九点钟做直播 那我们暂定啦 做直播是一个小时 虽然呢 每次都是超时的啦 那好像上次那样 那大家有什么想说呀 有什么想谈的话 都可以 那在直播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疯狂的留言就可以了 那我就到时看看大家的留言 然后大家聊聊天啦 那在这边呢 在这边 飞天逸野这边那边 那边 飞天逸野这边直播 OK 星期六晚九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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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 来我另一个channel 是这样的飞天爺爺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哦 hello我是飞天爺爺 一个写小说写专栏的作者 喜欢滑滑听歌 看电视 看电视 看剧高剧 极度需要存在感 和今次的车缸 如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 不妨订阅我channel 按这个铃铛 下一次更新的话 就会通知你 最好帮我share 出去介绍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